虽然参数台风11号的上午还没有直接影响到花莲 新城乡各部落的祭祖仪式活动还是如期的进行 包括了太鲁阁族、北新部落、大业部落和北浦部落 特别以原住民最传统的方式来祈求祖邻庇佑花莲合尽平安 11号一早虽然下着雨 不过对传统祭祀祖先可以说是不能够错过的 新城乡的太鲁阁族的祖仪们一早在大汉村活动中心前办理传统祭祀活动 新城乡公署原民署所长曾修云也说明活动办理的意涵 办这个祭天祈福 因为十月份是我们太鲁阁族的岁石祭祀对不对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提早办理告慰我们的祖仙 那因为我们今年不办那个岁石祭祀 叫做某个巴黎 让我们的祖先知道说因为疫情的关系 为了希望我们的族人能够保佑我们族人平安 然后工作能够顺利好不好 那这个祭祀品是大家分享 大家不多意识 然后让每一个人吃到能够平平安安好不好 要谢谢我们乡长好不好 好就这样子来给我们的祖长掌声鼓励好不好 太鲁阁族的方式则是用祷告的方式 用太鲁阁族的母语向祖仙告慰 同时也祈求祖仪们能够合金平安 我们接着址族汗神做足复的 今天如果你们能无可容的 能够的 那么就能不能接受 那么就能接受 因为祂不接受 不停的 因为我们来购持 因为我们能接受 就是我们能接受 所以我们能接受 我们会关系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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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